7月5日傍晚,两艘共在有127名中国游客的游船,在泰国普吉海域发生轻浮。 新华社曼谷7月7日电,据泰国军方搜救人员提供的消息。 截至7日中午,普吉游船轻浮事故,已造成至少38人遇难。 泰国总理8月同日督促一个相关部门全力搜集失踪人员,并下令在普吉设置救援指挥中心。 八月当天在曼谷总理府表示,相关部门要做好受伤游客救护工作,并要求发动作方提供人员和设备。 合力救援,尽全力在最短时间内,搜救出失踪人员。 他同时对于难者表示沉重哀悼,并督促工作人员,尽快撤查事故起因,确认事故相关责任的人。 八月已任命副吉辅辅引为事故救援指挥官,负责全部事故救援工作。 救援指挥中心将定时举行发布会,向外界提供信息。 八月要求各新闻媒体,团体和个人,不要外传现场遇难者遗体照片,以保护遇难者信息,避免造成社会恐慌。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参赞兼从领事李春林,六日率使馆工作组飞地普及。 于是发后连夜赶赴现场的驻送卡从领事馆工作组,共同会见了泰邦相关人员。 敦促泰有关部门全力搜救,由中国外交部牵头的多部为联合工作组,于7日凌晨抵达普及。 参与现场处置,每名死者家属将获30万泰铢,据泰国民族报的内巡消息,泰国旅游体育部长维拉萨克·拉拉特·维拉萨克·克罗斯瑞特六日承诺,每一名辅集党搬船事故的遇难者家属将获得30万泰铢与6万元人民币的抚恤金。 这笔钱来自该部门的专项基金。 此外,商者将获得了由泰国政府提供的医疗报销,金额不超过50万泰铢,约合10万元人民币。 维拉萨还介绍,涉事的凤凰号邮船,以为乘客购买保险。 按照赔偿政策,将为每一位遇纳者赔付100万泰铢约20万元人民币,每一位商者赔付50万泰铢约合10万元人民币。 泰国副总理,将对船长船主采取法律行动。 7月6日,泰国英文报纸民族报,The Nation报道称,泰国副总理巴毅,Private,王子元称,将对造成次次人员伤亡的主要船只,凤凰号船长和船只所有者采取法律行动。 事发时,凤凰号船上,据悉载有93名乘客和12名导游与船员。 乘客大多来自中国,5月下午,凤凰号在返回普吉岛途中,突与特大暴风雨,发生轻覆。 7月5日,普吉岛风高浪急,当局已发出恶劣天气警告,又下期直至7月10日,并考虑禁止船只在大浪情况下出海。 全家旅游,只有外公幸存,高三毕业生死里逃生,一同行伙伴仍失联。 翻船事件发生后,截至7月6日,20点45分,几位同伴均已确认安全。 小周依然没有消息,其中,是古中获救的林鸿正、张家伟、何宾经、赵文杰等四人来自端州中学,失踪的周宇申来自赵庆六中。 途中五个男孩,就来自广东赵庆,他们刚刚参加完高考,来到泰国进行毕业旅行。 其中,是古中获救的林鸿正、张家伟、何宾经、赵文杰等四人来自端州中学,失踪的周宇申,又一来自赵庆六中。 林鸿正在病房外接受完媒体采访,情绪依然很低落,五个朋友里,他和失踪的周宇申关系最好。 林鸿正在病房外接受完媒体采访,情绪依然低落。 据他回忆,当船体倾斜,船身的一半已经没入水中时,他已经逃到了甲板上。 当他想继续往二楼跑时,背包的袋子却勾住了古兰。 一秒钟内,他顺着背包带摸到,并解开了被勾住的地方,顺利挣脱。 事后,林鸿正在脑海中修正那最后一刻,五六秒钟,从站起来的入水。 整个过程就只有这五六秒钟。 船舱内,呕吐声和小朋友的哭喊声不断。 当地时间7月5日下午5时45分,一艘名为Sanelica的船和一艘名为凤凰号的船,则没有停船靠岸的好运。 风暴中,再有39名游客的Sanelica在梅通岛附近搬船。 截至5日晚间,船上所有乘客已被救援返回普及岛,并确认安全游客上船的海上画面以及采访。 我们从同片海域的其他游船乘客中,拼凑出凤凰号下沉前的最后时刻,市民姗姗和家人一行八人7月3日出发前往泰国普及游玩。 事后,他翻看自己拍的照片,扶钱教练告诉他,那艘亲户的凤凰号扶钱时,就停在他们的旁边。 5日下午,凤凰号和他们所乘坐的船只一起出海。 开船不久,天色渐渐阴沉,导游和船长商量,把人转移到船舱当中。 女性和儿童,最先被儿置到船舱内。 珊珊所乘坐的船有三层高,她坐在第二台。 回程途中,风浪好几次把船直接盖过,船只一度倾斜成45度。 巨大的风浪打在玻璃窗上产生震动。 二楼船舱内,有游客从椅子上摔倒了到地面。 为避免出现意外,船舱内一度拆掉桌椅,让人坐在地板上减少摇晃感。 船舱内,呕吐声和小朋友的哭喊声不断。 如今再次回忆,珊珊表示,还是很后怕。 两个多小时后,顺利回到卡塔码头后,和珊珊同行的潜水教练, 则转乘坐,爱海市船出发,前往事故海域参与救援。 珊珊河南有生后,便是出世的船只凤凰号。 林宁颖一家人,当时正在事发水域的另一艘船上,狂风巨浪中。 她经历了长达两个半小时的生死煎熬。 平安打航后,她写下了这有生以来遇到的最可怕的一天。 林宁颖什么也做不了,只能不停的祈祷。 无数个巨浪打来,船被冲上浪尖又沉入海底。 她回忆,全船人都只是静默,什么也听不见,只有浪,浪,浪的声音。 新婚夫妇泰国蜜月,谁知一曲,阴阳两格。 李冠南英和妻子霍飞,一,今年6月29日才刚刚结婚。 两人于今年7月1日去泰国度蜜月,两人先在曼谷游玩两天之后, 再来到普吉岛,7月5号乘船出海,谁知这一曲,就是阴阳两格。 云南者名叫李冠南英,今年26岁,来自北京,是中国自由大学研究生。 毕业刚工作一年,李冠南和妻子霍飞英,是本科和研究生同学,相恋7年。 小夫妻本打算回国就要宝宝,是去亲人的。 还有来自扬州的胡女士,她的弟弟和弟媳在这次事故中确认遇难。 她说,本来出去来是一件很开心的事,谁能想到出去旅游,也会出这么大的事。 胡女士的弟弟小胡今年29岁,在当第一家银行工作,弟媳则是一名初中老师, 两个人去月二日前后,出发到泰国旅游,按照销两口的规划,两人旅游回来,就想着要宝宝了。 家里的老人,也准备着当爷爷奶奶了,结果恶号传来,事发时天气和海况如何。 那天下午,船没什么会烦,凤凰号船长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, 是,有垃圾被转进排水系统,导致排水系统工作不畅,船体不稳,接着又是一波波道浪打过来,船开始倾斜,最终翻了。 据泰国当地媒体六日报道,早在七月四日,普吉岛气象部门,已经就已经发布恶劣天气警告, 不要在七月四日至六日间离岸出海,并表示恶劣天气将持续到十日。 据他描述,当时船体摇晃得很厉害,大家都躲在了床舱房间里面,现已平安返航。 珊珊表示,当所有人被转移到船舱内后,暴风雨越来越大,此时船长赶紧把船网回开。 回程途中风很大,船长平行尝试避开风浪,他还透露,由于转移过程中风浪非常大,很多人都来不及穿戴救生衣。 船舱外导游和船员们,把救生衣,给予了坐在门口的游客,没有穿救生衣紧紧紧抓住船舱们避免被风吹走。 船舱外,导游和船员,一边想办法保护物资,避免海水灌到船舱内,并聚在釜吉岛旅游的中国游客讲述,7月5日傍晚,扑吉巴东海滩突然乌云密布狂风大作,大树折断,酒店也停电停水,直至晚上20点才恢复,失联乘客生还可能性多大。 据了解,由于事故发生的风高浪急,搜救难度极大,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高级船长张贵平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,针对海上发生事故,未便于搜救,首先要确认船船的位置,水深和气象海况等。 一般海上事故的黄金救援时间是72小时,但会根据当地的气象、海框、水温等条件而变化。 曾深与过多次水下打捞的高级潜水员中松明也表示,普吉岛的天气多变,船发生轻浮,层室内的空间有些出口很小,有经常会被杂物堵死,搜救人员实现很浑浊,搜救难度非常大。 他表示,如果落船者在游船的机舱或者货舱类质,承还的可能性较大,有空气的就是在机舱和货舱这两个地方,我们今年救了20多个幸存者都是从这些地方救出来的。 事故发生后,中国驻泰国大使旅舰,第一时间做出指示,要求使馆和驻送卡总领馆全力以赴做好处置工作。 使馆工作组立即赶赴前方,要协调泰方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,全力开展搜救工作。 要全力救治,并火山安顿获救中国公民,全力向盛世中国同胞和家属,提供一切必要协助。 同时要求泰方尽快查明事故人员。 目前,交通运输部已派员参加外交部牵头的赴台工作组赶赴现场,并迅速集结了来自交通运输部广州打捞局的专业救助小分队10名队员。 写清行潜水装备于7日上午到达现场。 目前,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已开通中国同胞求助日线0066-642-351752,0066-820-367-651,希望所有失联者平安回家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关闻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